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今次的影片是完全初學者 或者是在假期找一些吉他樂器學習 很多人說是自學有性 或者是我們會學甚麼呢 方向是怎樣 按C chord 按C chord 按D-MI 會不會是很普通的教你們這樣呢 例如我們會先在C chord上面 可能很多人看這些圖 本身自己也看得比較純粹 我通常呢 不好意思 例如C chord 我會叫別人留意交叉 你看到六個圖裡面 有四個圖都有交叉 包括A-MI D-MI C 如此類推 我來到這個C 我們會怎樣做呢 很多人都是左右上下看不明白 首先要留意這條粗線 這條粗線 這條粗線 代表吉他 白色這條燕枕 這條粗線 其後 我螢光幕呢 用筆柔了一格 這個位置 就是我的筆摺著第一格 好了 螢光幕了 我這支筆 畫一條曲線的位置 就是螢光幕的第二格 如此類推 一二三四五六格 就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大概這樣分 我們可以 找iPhone拍照 大概拍到這個位置 你拍完之後 把iPhone放在旁邊 其實你就會看得明白 在圖的左邊 這些位置 我指著這條線 交叉打直指 這條線 其實就是第六線 如此類推 這樣就比較明顯 這樣一下一下 就先看這條線 那你就會知道 大概的波波會按到哪裏 對 其實就 沒什麼特別的 大家一定要看得明白 如果其他人是 按給你 抄了手指位 其實這樣就不太好 起碼看得明白 左粗 左邊粗 右 左粗 如果剛剛叫大家 認住我圈著那個X 那個X其實就是代表 可以說 勉強是代表六線 你可以勉強是這樣說的 但實質當然不是這樣 我這裡也想大家 確實自己看得明白的 那個X的圖 下一步 看得明白的時候 我就會用 抽一兩個X來示範一下 那個手勢的問題 剛剛很快速地輕量 去教大家看了那個X的圖 如何去拍攝手指 放在哪裏 其實勉強大家都 叫明 對 其實都是 在拍照 其實整件事會差很遠 你會看得明白 對 這個也不是什麼 執著的東西 其實下一步我們就要 按那個X出來 按那個X出來的時候 你就要勉強留意 大概是四部曲 叫四部曲 其中有兩三部曲 是有關係的 即是你做了二部曲 你就會做到三部曲 類似這個意思 那我們現在就拿一個 拿一個C弦來 來循例示範一下 先 好了 那C 應該大家認過的手指 放在哪裏 2,4,5 這些不想重複 因為我始終看圖 學得到的東西 對 大家不太需要留意 我右手邊 只要留意我左手邊 就行了 C弦這樣 上面的虎含圖 大概 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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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以至到背面 背面 背面 這個展示不了給大家 大家轉一轉頭 其實 手勢要是做甚麼呢 我們手指一定要櫻爪 櫻爪 即是代表這裏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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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哪裏 你最好就櫻爪它 每一個關節都要櫻 櫻爪 大家明白嗎 那你再扣下去 全部好像揮著線 對 好像是手指頭按著線 另外 這個第一件事 大家可能都勉強都會叫清楚 因為你要跨過下面 譬如我按這條線 我按這條二線的時候 你是需要手指跨過下面那條一線 即是最右那條 再按第二線 這個情況很合理 對嗎 每隻手指都是這樣 即是如果你放平了一點點 沒有跨過 或者手指的關節沒有那麼曲 平了的時候 本來可能要這樣 其實已經HIGH到下面那條 如果按二線 我假設要彈一線 如果是放平一點的時候 就會HIGH到下面那條 如果我隔高一點 曲一點 鷹爪一點 鷹爪一點 一線就出聲了 這是鷹爪的問題 這是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其實都比較重要 那大家其實勉強 我現在坐正的 我和鏡頭是剛剛好正正的 對面的 你會看到我放結他 大概的姿勢是怎樣 你應該會看到 這支柄的柄頭 應該是我整支結他 放得最高的位置 那也都最近你的位置 是這個位置 即是琴頭 我全部講琴頭 琴頭是最高 以及是最近你們的屏幕的位置 這個結他 我現在是放在右邊的瓶底下 所以我無論坐得怎樣 都不會滑下去 為甚麼呢 就是因為是第二部曲 第二部曲 就是 手指 其實是找 不好意思 手指是找哪個位置 按下去 即是手指頭是一個半圓形的問題 即是大家我這樣 我伸出來 我自己看著指甲面 其實就是我現在碰著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即是斜少少的 你看到這裡凹下去 因為剛剛按完 這個位置 即是側一點 那這隻又側 這隻又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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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側 側完之後 大家就會看到 開始是有少少斜下去了 你看到我這些按完的CQ 不用這樣 抹大了 不用 不需要 大概 又不是說瘋 就是會有少少縫 是少少縫 你看到 那些手指是大概 差不多呈45度 這樣斜下去的 這個是一個正常的手勢 這個是第二部曲 其實這個第二部曲 其實可以引申到什麼 就是有時候 譬如說C 不要說第二些 或者F 怎樣都好 這些其實是需要橫跨三格的 那些手指 有時候 是不是這樣 這樣其實看起來 都是噁心的 噁心的 不會這樣 因為按結他 你的初初都不會 我都見過 即是我們 你學的學生 我們都不會這樣叫他按 我寧願他難一點 是 一定要斜一點 那你不用抹大 就會過癮一點 但你一斜了 通常就開始很容易用到 剛剛說 這個位置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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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了 大家看一個 勉強看一個 這個虎欠圖 是吧 看到嗎 45度 這樣45度 Edit 這樣也是斜了下去 而不是說垂直 這樣 很難做 這樣按下去 好 另外第二部曲 和第三部曲 是掛勾的互相 當我第二部曲 我做到這樣的時候 第三部曲 是手指弓的出來 手指弓是大部分人都輸的東西 如果第三部曲輸 基本上很多問題就會引申出來 第三部曲 我們就要扣一手指弓上來 但我就不是說 未必一定要說 要扣到很上 其實大概指標是多少 正常 如果是正常的 我就會建議別人 譬如說像C-cut 如果C-cut 大家不好意思 留意多次圖 C-cut這個圖 或者大家自己上網 也好什麼都好 其實你會看到那些圖 是有一個交叉的 我片頭也有說過這個 其實那個交叉是代表什麼 你不需要按那條線 無論是SOALTA 都不要出到那條線的聲音 因為C-cut是不包含那條線的 你說有時候不注意 隨便 但是正常 我們大概指標 就叫人家 大概這樣 碰到我這個吉他白色的邊 還有大概瞇到一線 大概瞇到一線 我們輕輕地插著它 就已經可以收到它的聲音了 對了 還有最主要不是要你Muse 因為我們明白 你們初初學 要習慣下面這個手勢 又要習慣手指弓 其實是挺難的 但是我覺得第三部交叉 這隻手指弓是非常之重要 為什麼呢? 你靠一下 好了 那我後面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我是這個彎位 就是手指這個位置 其實是緊貼著結他 當然不是捏爆的結他 按死它 前面呢 你的手指怎麼發來 不是這樣靠的 就是你這樣按完你靠 用手指強勁力 其實你的手指很快就會做到類似這樣的樣子 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你會平了 你會有這樣的情況 你每次手指一平了 你這裡就會遮到 基本上那個Code無論你按什麼都不用試 因為你遮到一條線不出聲 就不出聲了 對了 那手指就扣了下來 大概是這樣 大概這個模式 大概起碼最少都叫碰著白色的那條線 後面那隻 這個手的壓位 C字位 苦口位 是要緊壓著結他 那法力的時候是這樣 幻想 這裡有一隻雞蛋 你捏爆它的力 那個手 向手心發的力 這樣捏完 捏下去 其實它就會很緊 這個Code的聲音會很穩固 很失 大概是這樣 手指弓 手指斜 這兩三部曲 第二和第三部曲 是掛鉤黏的 還有鷹爪的問題 下一步 就是有時候 你按下去 還是這樣 手指弓又在這裡 又姓又點點點 那怎麼辦呢? 其實你就要動動它 當手指弓扯上的時候 下面的手指一定是拉平了 反過來 當下面的手指折高了的時候 手指弓就會向後 但是 我後面的C字位 都是緊貼著結他來動的 你明白嗎? 緊貼著結他來動的 對 這裡勉強可以叫做第四部曲 похож 那其實就是鐵 metal key 我就把手指按下去 不是幫助大家看全部的按嗎 而記得我們記得其實是 一直需要兩個手指幫 mano 就是前步還是後半部比較短 那就是擺放結他姿勢 seen來選擇結他 其實也有點關係 很多時候有時候 有時候男男女女都覺得結他很頂瘦 那個結他很大 其實這件事我剛剛也有說過 放結他那樣東西 這支柄永遠是最近的鏡頭 最近的鏡頭也是擺放整個結他是最高的 大概在肩膀對出落一點 你看到是斜的 我現在是這樣的 我現在彈東西這樣撕開 大家可以認住我這個樣子 就是大概的坐姿 你說這支是不是浸進去 如果就是因為這樣浸進去 所以你們經常把結他這樣擺 變成像跟自己是十字這樣擺 一來這個位置會縮到下面 你的肩膀也會跟手縮下去 這個當然了 總之錯了 我們不要理會怎樣錯了 這個邊位就會隔得很高 這個邊位隔得很高 至於右手你又會駕高了 駕高了還要你的手放著 這樣在上面吊著 其實你不相信的 你駕一下這樣 就是這樣 這樣型一點 像一點 還是這樣像一點 類似這樣 那你說它就會跌 那就跟第三部曲有關 你的手指弓扣了上來 手指又有那麼緊弱的時候 其實它是緊緊勞死在這裡 即是我放開 我沒有這邊沒有碰東西 沒有任何東西 吊著結他了 沒有跌的 沒有跌的 全部都不會跌的 所以大家要學習擺放的姿勢 以及手勢也掛勾 這裡大概就是那四部曲 然後這裡就是最後一點 都會跟Code按法或者手勢也有關 就其實比如說G 大家可以上網查 有什麼都G 我會建議你們會按三隻手指的G 很合理 你看回我們剛剛片頭那張圖 這個G都是按三個 黑色波是按的 對了 按三個波波的 先給大家看一下正面的樣子 五線 六線 還有尾指 我不會建議大家這樣 當然這也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我會建議這樣 食指是不按下 按三個公仔 三個公仔 是食指不按下 那你只剩下這三隻手指按下 對了 就是這樣 你說用到尾指 會不會領了東西 我收了皮 不出奇 但不代表不用按 即不代表不用練 或者是一定要去找一些偷章的方法 你既然都是練習的 那為什麼要用這個呢 譬如我舉個例子 我隨便現在彈一句話 譬如你們經常說的fingerstyle 我這個位置就是G-Code的部分 我彈這個fingerstyle的G-Code的部分 是需要尾指、食指的 即是我們按著G-Code 有機會都會用到食指去按 一些fingerstyle上面的單音 或者其他的裝飾 那如果我這樣按的時候 我又剛好第一格 而有東西要按的 我找什麼按 你就會很自然脫開了Code 再按那格 你明白 這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比較壞些的情況 所以我會建議別人這樣 要剛好那首的東西 循例先彈一句 但你們可以留意一下 我左手邊在做什麼 你剛才看到G 都有這樣的情況 在fingerstyle上會出現這些 所以我建議大家 一開始既然是練 就不欠了G 你說我不是 我按兩項玩一下 就隨便了 沒有什麼所謂 我們通常會教到他這些 不是說按C 按C 不是那一隻 另外還有一個f code 這裡很快 一分鐘就說完 f code 其他片有講過 其他片都有講過 你們可能自己上網也好 什麼都好 你會發覺f 食指要按兩條 其他的大師老師教都按兩條 但我也不建議大家按兩條 但你連c都問 A-Mine 又不記得轉 E-Mine 的時候 我不會建議按一個完全全版的F 我們F 嚴格來說 我這裡分三款 第一款就是舊極體的F 是一個bar chord F 按到就不用 我這段影片看了十多分鐘 另外一款我們叫迷你F 給一些有趣的名字去稱呼一下 而食指是按兩條的 這個是F 這個是迷你F 另外還有一款我建議大家先按一下 叫做迷你迷你F 只是名字來的,你不要太介意 跟剛剛的樣子差不多 對了,但我這次是動起 剛剛迷你F就是按兩條 食指按兩條 迷你迷你F就是後面不用動的 只是動起它 這個chord有一個右名叫做F M7 即是F Major 7 即是F M8 J7 但不管,假設我現在要彈五月天 看到那個F 我們都會建議人家先按我 迷你迷你F 對了,就是這個樣子 你說我一輩子都不懂F 但你要明白 你現在是起鬧的時候 初初的時候 你不會按到這麼難按的chord 因為一來就是bar chord 全部bar 就不行 所以你會按輕量的F 即是80-90%像F的F chord 另外我什麼時候才會學得到 所謂的迷你迷你F 其實我們在CKEY世界 或者其他歌譜都會遇到一個 叫D-7 這些我是不建議大家按住的 其實如果是真的很初學的時候 D-7和F是只是相差的 手指而已 這個是迷你迷你F 食指是按兩條線的 同一時間 對了 那如果D-7呢 不用動的 只是拿開就沒有名字 食指是按兩條的 繼續 這個就是D-7 當你按D-7 慢慢習慣了 即是有這麼長時間 你就開始慢慢就完成 到可以磨到那個App 整件事就是這樣 今次這條片其實就是 和平時我們在這裡教人 全傳靈 來上第一課的時候 我們講的東西 就是會講這些東西 剛剛那些什麼GF 又是怎樣按 什麼手指尾 那些我們也會提 那希望這條片 會幫助到很多 就是自學的人去 學習開始按Cord的結他 那些手勢 那我們可能會有第二集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我也不想大家去 胡亂學習結他 所以才會拍這條片 未必是最好 但也希望你 按個Like啦 幫手